大家好,我们现在在NOS,然后我现在准备飞一个那个什么,飞一个Approach Petaluma,然后呢我们先,我们先从这儿起飞以后到Givli,然后我做个procedure turn,咱们飞上飞起来在说什么叫procedure turn,然后那会的话呢,我们直接进去了,OK,好,咱们先Approach for 290,咱们先改上290, Givli的话是290,对,回来的时候,然后它是高度是Givli,是2500尺之上,Initial Approach Fix,Final Approach Fix Dicep,2000尺,然后从那儿去那个什么,去Intercept什么,什么,Intercept那个Glide Slope,对吧,对,然后Mist Approach,Climb to 3500,Direct to X-Giv,and track to...OK,That's fine, Decision altitude是356,然后咱们再 把它说一下 OK,好啦,好的,Good to go Pedal,NOS NASTraffic,TESNA2129RT,TAKING UPRUNWAY31,DEPARTING RIGHT CROSSWIND,NAS FINAL CHECK,LANDING LIGHTS ON,FINAL CLEAR RUNWAY31,CONFIRMED AIR SPEED LIVE ENGINE IN THE GREEN 5060,WOOOOO OKDO,CLIMB TO 400 SOFIR M domination 十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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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rybody 大家好,我们现在是 呃,我们现在是非Tetaluma的一个 他没关系做P Producer,他能让你直接进 呃,我,咱需要做P Producer 因为咱们 因为这有个PT嘛 就是这个什么是那个什么 holding on 理由 PT 嘛 咱们应该去做 PT 直接把这个角度太大了 这样不太安全 不过我们是 R9 我去我真的搞不懂 到底要不要必须得做这个 咱们应该是咱们就另一个 PT 嘛 嗯 但是没有告诉咱们 PTA OK Procedure Loud and activate approach Ponsitions Givley Loud and activate 这样他就会搞三个procedure长了 你刚才露的是什么 我露的是Direct to Givley 然后Vectors 3210 3200尺 100 to Givley 那PT不是要做那个holding titan 是吗 这个是holding titan on the real procedure turn OK 3200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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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个procedure turn 的话呢 大家可以看一眼 就是他这是三马车 就是三马跑道一样 就是三马一样的三马圈 然后呢里边的话呢 咱们下一个视频说一下就是 怎么去做holding 和怎么去进holding 这个的话呢就是holding pattern 然后呢就跟 就是on-lure 就是instead of the procedure turn 就是instead of the procedure turn 咱们做命一点点 DTK 一边降 一边的减点速度 我们现在速度是112块 Ground CP84 Wow 3 2 1 right 292 right 292 然后呢高度是2500 一会儿在这 一会儿在这什么 2500 3 空速有点快 我再调小一点油 2500 3G rate of turn 正好跟着 train 好 好的 好的咱们现在可以看一下就是 首先呢 我们现在是在必须的2500尺之上 过了这个jivley 往下降 到最后 就是final approach 就是2000尺 然后呢 开的话 重要的话呢就是两个事儿 对吧 一个是这个needle 这个needle的话就像ILS一样 因为这是procedure 所谓的procedure 那个什么吧 precision approach吧 然后呢这个针的话呢就是左右 咱们就是这个 这个针指示就是应该是往哪边来 这个针指示就是应该的航程对吧 什么 我还真不知道中文怎么说 啊 socalizer 就是desire 就是desire 就是desire的那个怎么说 应该往那边飞吧 然后比如说我们现在偏 我们现在偏 偏右 所以说应该往左边飞一点点 然后呢 因为我们因为我们现在是GPS 话呢需要看track和desire track 他们两个一样一样 45分钟 然后呢 45分钟 现在给它高度 高度 5分钟 好 现在的话呢大家可以看见 因为我们过了final approach 所以说呢这个这个 vertical guidance 的话针上去了 然后呢就说明我们现在是在那个slice of 下面 然后呢这个针的话也变了 所以说我们得292930插动 然后现在我们就是但是还不需要往下飞 因为我们等着这个什么 等着这个针下 等着这个guide slope 往下挪的时候我们从下面去intercept 然后呢问题啊对 但是我们的靠左 所以说呢咱们往左边挪一点点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现在这个track和desire track 几乎没有什么大问题 200290 现在还有一点点远 所以说无所谓 不是无所谓 但是还是不什么大事 然后大家可以看见现在这个吗 这glass我们开始往下走了吗 等它到到中间的时候 我们就得往下往下 开始下降了 但是我还有点快 所以就慢一点 现在应该降了 下到2000吧 对不对 一般的话是先去intercept这个nidl 然后往下走 nidl现在往下走了 一会儿到中间的时候就往下了 nidl到了 第一次胸下 大概五度 五百尺 然后跑再back off一点点 然后呢就trick go sorry 然后我跟教练就说呢 到这种情况下到final的时候呢 到final approach的时候呢 到final approach的时候呢 需要把两个舵踩着重 然后就怕省着飞机 不省着那风吹 这个trim还是不行 292 我现在要看靠 我现在要给大家看见 我靠左一点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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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druma Traffic Session 21,290,2025,final,29,Tadruma Tadruma anway到靠右,靠左,往右边飞一点点 回来了 太高,太高 看这个,速度90正好 六百,還有一百在 吉他湖 還有一百 對,有一點零高,OK 四百五 四百五十 速度在賣 太高了 三百五 對,空間在內 OK,太高 四波幅 還沒...哦,四波 是 幾百 零高 三百 零高 零高 一百 导入 好,咱們先 先 刚才就是咱们解释,就说一下吧,刚才飞的话呢,就是,首先呢,最重要的就是看这个十字条,然后看那个GPS里边的那个,DTK,就是Desire Track,和自己的Track,这样的话呢,几乎越近越好,是吧,然后到Final的时候呢,最重要的时候就是,最重要的时候,到Final的时候呢,最重要的话呢,就是,啊,两边这个剁裁的紧,然后这个把手的话呢,也要误算算好, 要不然的话,被风吹的话,就是跑来跑去,所有的飞机的话呢,在飞的时候,它会有,总会有一点偏一点,右往偏一点左,跟着风走,所以说还得,需要很,怎么说的,还需要挺注意的看的,就是这个飞机的,飞机那个什么,GE是不是平的,然后呢,还有什么事需要,就是,飞这个飞,飞RNF的话呢,还有什么事需要讲的吗, 觉得,RNF 我觉得RNF还挺简单的 跟RLS也说起来也差不多 基本上可以演唱着这个,GPS飞就感觉容易很多 对,要么RLS的话,没有GPS的话就难多了,因为你,脑不太清楚你的Desire Track怎么找 有GPS的话非常简单 嗯,行了,那就到这里,咱们下个视频下吧,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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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